交流来交流去,我对教育规律有了一定理解 我和老师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加深了感情 40多岁的人,天天碰在学校,那么执着地研究孩子的教育 对于一个人人头疼的孩子有那么坚定的信心 这些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染着各位老师 随着老师对孩子信心的不断增长 孩子也逐渐进入了健康成长的轨道 关于家校结合,在女儿上高中期间,我也做过一些探索 女儿妮妮读高一期间,我经常和她班主任朱老师沟通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朱老师成了朋友 不难想象,重点高中的重点帮班主任有多忙 每逢我来到学校,朱老师再忙,总会腾住时间和我交流 我和朱老师一起分析孩子的个性特点 一块制定孩子的陪优方案,很长一段时间 朱老师安排妮妮和尖指生班长做同桌 朱老师还经常在课堂上提问女儿 以激发她的求知欲,提高她的表达能力 妮妮物理成绩比较弱,恰好朱老师教物理 为了提高妮妮的物理成绩 朱老师要求妮妮每周一三五下午自习课找她问问题 朱老师说,如果你不带着问题来问我 就等于没有完成学习任务,这一招果然很灵 一个孩子不沉下心来学习,怎么能经常向老师提出问题呢 通过这件事,足以看出朱老师对女儿的关注程度 一个学期之后,妮妮的物理成绩赶了上来 对于尊师、宗教、家教配合这个问题 我给家长朋友提出卢下建议 第一,善于激发老师的爱心 优秀的父母应该是激发老师爱心的高手 如果父母善于理解老师、尊重老师、感激老师、赞美老师 老师就能产生神圣感 就能在课堂上创造爱的氛围 有了这种氛围,教育便步入了良性循环 当井水与河水会在一起的时候 就分不清是井水还是河水 当老师真正爱他自己的时候 往往连学生也一起爱 一个充满爱心的老师 自然而然会把爱传递给孩子 一个天天被爱包围、被爱滋养的孩子 你还愁他不懂道理 你还愁他学习不好 你还愁他不给父母争光 你还愁他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不要给老师找变你 有的家长对孩子极其不幸呢 开学一学期了 还没到学校去过 不知道孩子帮主任信神名随 家长会总会缺席 更谈不上和老师交流了 这类家长大多是教育的门外汉 他们认为把孩子交到学校 就万事大吉了 孩子一旦出点问题 他们不置身找原因 而是专挑老师毛病 动辄找老师理论 找领导告状 甚至到学校大吵大闹 老师受了伤害 心理不平衡 带着情绪上课 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观点是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 家长都要理解老师 宽容老师 善待老师 如果老师有严重品质问题 那就另当别论了 做一个懂教育的家长 教育是一门大学问 值得我们发挥大量时间和精力 去研究 去探究 去思考 尊师宗教 就要研究教育规律 父母的家教水平 上升到了一定高度 讲出来的话有道理 有含金量 老师才乐意同你交流 才会采烂你的建议 如果父母只知道 请老师吃饭 给老师送礼 而不懂教育 讲的都是外含的话 老师对你不幸福 不尊重 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协调好孩子和老师的关系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学习活动也会融进感情成分 所以感情因素 往往直接决定孩子的学习成绩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 一个孩子喜欢某位老师 他就会努力学习 这位老师的课程 不管这门功课多么难学 相反 一个孩子讨厌某位老师 他对这位老师所教的课程 就不会感兴趣 成绩也会直线下降 有不少孩子学习成绩差 与他和老师的关系不融洽 不无关系 家长的任务是 协调好孩子和老师的关系 及时消除老师 对孩子的误解和偏见 老师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 如果家长工作做仔细了 和老师沟通到位了 老师往往会改变 对孩子的看法 甚至主动向孩子 伸出橄榄枝 如果家长不管不问 任其发展 受损失的只能是你的孩子 对孩子有坚定的信心 面对孩子出现问题 比如早恋 晚恋 打架斗殴 经常逃课等严重违反纪律的孩子 老师也往往信心不足 这就要求父母 对孩子有坚定的信心 并把这种信心传递给老师 如果家长不断给老师 强化信心 老师在受到尊重 受到感染的同时 也会改变对孩子的印象 树立对孩子的信心 如果家长对孩子信心不足 老师自然也会对孩子 失去信心 不被老师的消极态度影响 一部分家长对老师随身附和 看老师脸时说话 老师说孩子怎么怎么不好 家长急忙点头称战士 老师说孩子学习不抱希望了 家长说 让他混个毕业证就行了 老师要把孩子调到最后一排 征求家长意见 家长说你看着办 只要孩子不乐事就行 家长不会明白 老师本来对孩子就没有信心 得到家长默许后 便从内心把孩子彻底放弃了 但凡 父母对孩子信心有小的动摇 都会带来老师信心的大动摇 作为孩子的父母 你对孩子都没有信心 老师哪来的信心 再说 人都喜欢抱不哭的孩子 爱一个能给老师征观的孩子容易 爱一个不争气的孩子 就没那么容易了 孩子最在意老师的态度 老师对孩子的平定 在孩子眼里往往是权威的 老师对他信心有多大 他的进步就会有多大 一个称职的父母 任何时候都要对孩子充满信心 不要被老师消极的观点和左右 并尚以积极的心态影响老师 家长朋友 积极投入家教实践 并尽可能的多和老师接触吧 如果各位家长都能够成为 家庭教育里的寒手 又能和各位老师密切配合 那么对孩子的教育就能形成合力 就能使你的孩子 实力健康成长的快车道 我帮儿子借晚饮 我们处在一个网络时代 让孩子和网络隔绝 或者远离网络是不现实的 但是我们有责任让孩子 理性的接触和运用网络 拯救一个成立网络的孩子 父母是在和虚拟世界 进行一场拔河赛 只要坚持就能把孩子引回来 迷恋网络是儿子成为 问题少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络不仅让儿子翻会了学业 而且使儿子越来越具有暴力倾向 要改变儿子 就必须把儿子从网影里拉出来 因此 帮助孩子借除网影 成了我做陪读父亲 最直接的原因和最迫切的任务 仔细追究起来 儿子沉溺网络游戏 和我有很大关系 孩子十岁左右 我就给他买了电子游戏机 我的初衷是为了开发他的自理 当时我有一个主导 进入电子时代了 让儿子多接触电子方面的东西 对他肯定有好处 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 我先后给儿子买过五六种电子游戏机 有台式的 展上的 等等 那几年 儿子星期天及节假日 大部分时间 都是伴随着游戏机度过的 那一阶段 我和爱人比较忙 在家的时间比较少 儿子回家后 有游戏机陪伴 就很少到外面去 对于孩子的安全 我们也少了几分担心 儿子13岁以后 闲在家里玩不过瘾 就到电子游戏厅去玩 那时玩的是 纯黄三国字一类的游戏 再后来 在电脑上玩传奇 惶恐基因之类的网络游戏 即便是网络游戏 儿子还能照常上课 按时交作业 学习成绩也在中等偏上 因此 对于网络这个问题 始终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 孩子暴露出问题 进入恶性循环 是在高一上学期 后半期 那一阶段 儿子上课打不起精神 不能按时完成作业 学习成绩直线下滑 老师通知我到学校 把孩子的问题抛给了我 我开始对孩子施压 起初 我对孩子进行说教 都上高中了 还那么不懂事 不能 太犀利了 是该用功的时候 努力三年 考个理想的大学 能彻底改变命运 这是很合算的事情 稍后 当我得知 儿子频频上网打游戏 还有宽客现象时 我就找他心思问罪了 你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这种学习状态 能对得起谁 从小到大 我为你花了多少钱 用这些钱 资助几个贫困生 也能给我争光 要你有什么用 你看看人家某某 上学 入学时成绩远不如你 现在 把你远远甩在后面 你连一个女同学都不如 你一点都不觉得汗爷吗 本子万经过教育 孩子会有一定感官 没想到 他不但没有接受教训 反而越来越变本加厉了 儿子玩游戏 越来越厉害 每天玩大半夜 还嫌不过瘾 时不时 还玩通宵 儿子上个状态 越来越差 矿课越来越多 作业几乎不教了 接下来两次 比较大的考试 儿子均为版 专上倒数第二 实际上就是倒数第一 一次是一位同学因身体原因 卷子没做完 另一次是一位同学因无故 因故未参加考试 孩子的事情 五小时 只要肯用心 只要心理时刻 装着孩子 就能找到爱孩子的理由 就能找到善待孩子的机会 有两件事 我感触很深 一件事 家里的小狗死了 儿子整天心情郁梦 无精打采 我非常在意儿子的心情 怎样才能尽快 消除孩子心中的阴影呢 我能给孩子做些什么呢 我跑遍附近的商场 精心挑选了一只 非常漂亮的瓷器玩具狗 我对儿子说 那么招人喜欢的小狗死了 无论谁都会感到难过 爸爸给你买的玩具狗 也许取代不了小狗 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当看见这只玩具狗 能攻击你和它 相处的一些美好回忆 也是对它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 儿子脸上有了喜色 抱着玩具狗回自己板间去 第二件事 有一个星期间 儿子到同学家去玩 回家后板子脸 坐在板间里发呆 看到儿子心情不佳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到他对面 我对儿子说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跟爸爸说说 是谁把宝贝儿子的心情破坏了 儿子没好气地说 还能有谁 就是你 我站在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和儿子没有发生冲突 他怎么会把矛头对走我呢 我与其平凡地对儿子说 老爸真不知道什么回事 你告诉老爸 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我也知道 哪里改啊 儿子直言不讳的 下午要到同学家去 和你说了两次 你都不同意 在我心中 最亲近的人 应该是最懂我的人 你要能慷慨答应我 我会多高兴啊 可你始终没答应 后来还是我坚持要去 你才勉强同意 到同学家后 该一会儿就接到你电话 交代这个交代那个 还催我早点回家 你明明是对我不信任啊 我在同学家里玩 总放不开 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别扭 我的想法是 要玩就痛痛快快玩 要学就痛痛快快学 上不点要求 你就不能满足我 儿子的一番话 让我又惊又喜 惊的是 儿子心灵成长如此之快 看问题有了一定的洞察力 和穿透力 把我的心思看得如此透彻 而我还把儿子 单小孩看 有时还对他甩个小心眼 看来是大错特错了 喜的是 儿子对我越来越信任了 愿意向我表露心机了 肯向我提要求了 对我也有了一定的期待 儿子的成长 给我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 儿子的成长 是鞭策我前进的解冻力 如果我不努力 就不能适应孩子成长的需要 如果我稍有懈怠 就无法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 在和儿子相处的日子里 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每天都有新的领悟 每天都有新的收获 每天都有新的快乐 家庭教育和其他事情一样 父母越是理解孩子 就越有感情收获 父母越是全身心的投入 就越有更多的感悟和思考 这些思考和感悟 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力量 这些精神力量 会促使父母 以更大的热情和兴趣 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有的朋友问我 你把全部形式都用在了孩子教育上 这样长期超负荷的学习 生活不累吗 说句心里话 要说一点不累 那是假话 当一个人认为 为他认为值得的 现身的事业现身 才能充实 他的成就感 他心灵的富足 完全能抵消他的苦和累 不是吗 如果你从内心爱孩子 想成为孩子的知音和朋友 希望和孩子一起成长 那么陪伴孩子的过程 就是一种享受 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教育合力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脱节 是一减一等于零的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密切配合 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教育效果 家长和学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 把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 弥补和强化 往往会事半功倍 作为陪读父亲 我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和老师交流沟通 随时随地地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 让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合拍 形成合力 事实也证明 我和老师之间的良好沟通 对孩子的教育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我是从骨子里尊师宗教的 在我两个孩子上过的几所学校里 我是往学校跑得最勤 和老师接触最多的家长 从学前班到高中 教过我孩子的数十位老师 我的拜访过 有的老师曾多次拜访 我心里非常清楚 老师身上寄托着孩子的未来 尊重老师就是尊重孩子的未来 我认为真实宗教方面怎么做都不算过分 做出陪读决定后 我在学校隔壁租了房子 一来方便孩子散学 二来也便于和老师沟通 那段时间 我几乎天天往学校跑 把和老师沟通 当成了一项工作来做 有人可能会担忧 往学校跑那么勤快 那么频繁地和老师交流 老师不烦吗 再者 经常和老师交流 哪有那么多话题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总结出经验了 第一 尊重老师 尊重老师 首先要理解老师 体贴老师 老师数十年如一日 耕耘在三十讲台 用毕生心血浇灌孩子们的心灵 这是最崇高最神圣的子业 老师的工作既辛苦又单调 老师的分线精神 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我特别尊重各位老师 也十分信任每一位老师 重点中学的老师 有省市劳模 有省市优秀老师 有特高级教师 他们都取得过一定成就 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他们是不可多得的优质教育资源 我把每位老师 当作自己人生的老师 孩子生命中的贵人 因此我对老师的尊重特别真诚 甚至还有几分虔诚 有一句话叫新陈哲林 由于我从骨子里尊重老师 老师们也都乐意和我交流 A老师在上课 B老师可能是自习课 C老师没空 D老师可能不太忙 班上六位老师 加上政教主任 年纪组长 以及我认识的其他老师 每次到学校都能找到交流对象 陕识肯定老师的付出 我把大量心思用在尊师宗教上 于是练就了一套基本功 陕识老师 那些肯定赞美的话 我总是挂在嘴上 比如张老师 您工作那么忙 还为孩子操那么多心 作为父母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您 王老师 孩子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 您始终没有放弃 您是在积德行上 功德无量啊 李老师 我儿子说 他最佩服的老师是您 您在孩子身上 亲重那么多的心血 真让人感动 赵老师 那么多孩子喜欢你 注意显示您的人格魅力 孩子在您班上 真是他的福分啊 人是需要肯定和赞美的 老师也一样 心情付出了 得到了赞赏 老师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自然会更加敬业 更加喜欢这份工作 况且我的这些赞美 都是实事求是 发自内心的 很容易被老师接受 虚心向老师学习 那两年 我口袋里时常装着笔记本 和老师交流的关键内容 我都会随时记下来 这样做 一来是尊重老师 后来也能加深基业 某某老师 您的教育思想格外好 其中的几句话 特别耐人寻味 尤其是 不要把孩子盯得太紧 给孩子一定成长空间 远离功利是大智慧 无为而至是高境界 对我启发很大 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根据您讲的观点 我写了篇心得 您能给我指点一下吗 某某老师 前几天和您交流 让我受益匪浅 您讲的影响学生求知的几个要素 我感觉非常好 由于我记忆力差 记得不详细 您能再给我讲一遍吗 这位老师得到认可 会深会色的讲起来 比上次发挥的更好 讲的既生动又具体 我非常认真地做了笔记 某某老师 您的教育实践 让我大开眼界 心愿成福 您在孩子身上 倾注那么多心血 令我非常感动 特别是您经常 找老师提问题的学生 您对经常找老师提问题的 学生进行奖励 鼓励孩子勤学多问的方法 是提高学习成绩的铃铛妙药 难怪你们班的学生 学习都那么好 这位老师受到了鼓舞 即使找我儿子谈话 老师 儿子也开始向老师提问了 某某老师 过去我不懂教育 给孩子帮了倒忙 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 拖了班上的后腿 我向老师表示歉意 现在我意识到了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我在努力探索 家庭教育的规律 由于我的底子薄 物性也差 希望您多帮我 第四 和老师探究教育 随着自身数字的提高 我的家教实践 也向众生发展 我和老师的交流 不再放空 每次都有实质的内容 大多数时间 我是带着问题 有地方时的找老师交流 因此交流 就有了探究的性质 比如昨日和贾老师 探讨过怎样任务 细无声的对孩子 实与影响 今天准备向乙老师 请教如何引导孩子 进行自我教育 明天计划和丙老师交流 怎样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后天考虑和丁老师沟通 如何激发和强化孩子的责任 进一步讲 和老师沟通交流 并不纯粹是给老师添麻烦 某种意义上 也是在支持老师的工作 当然受益最大的 还是我和孩子 有一天 儿子玩猫时 手重了一点 小猫在他手上抓了一下 画出了树道血痕 当时在以前 我肯定会说 不让你玩 你骗玩 这下服气了吧 没事早时 还得去打完全疫苗 现在我掌握了教育法宝 知道该怎样对待孩子 我清醒地知道 这是让儿子汲取教训 增进父子感情 给他成长助力的极好机会 我要充分利用好这次机会 我用点钉给儿子 惊喜了伤口 并贴了创客贴 我心平气和地对儿子说 你那么喜欢小动物 表明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学校生活那么单调 回家只有小猫陪伴 也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小猫也知道你喜欢它 但动物是缺少理性的 它把你弄痛了 它难免会伤害你 看我温和友善 儿子戏虐了一句 这小东西脾气还不小 我说这是动物的防卫本能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儿子笑着说 再急也不能抓住人啊 一星期内 我数次陪儿子到疾病控制中心 注射了防疫针 我虽然很忙 但一点也不觉得 这是儿子给我添麻烦 反而庆幸儿子给我创造了一个 实施教育的机会 因此 带儿子打针时 我非常乐意 并激起有耐心 行了清风 就来点细语 而是脸上的笑容多了 和我说话也多了 对我越来越信任 堵在父子之间的墙 一点一点被拆除 隔在父子之间的鸿沟 被逐渐填平 从那以后 儿子再也没有怀抱过小猫 至多是用手轻轻抚摸 进入高三 虽然不舍 但是为了不分心 儿子还是把小猫送给了亲戚 这件事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我进一步体会到 家庭教育原来如此有意思 这是永远 不会让人厌倦的事业 家庭教育是一座 取之不尽的智慧宝藏 只要父母用心挖掘 父母和孩子都能受益良多 对待孩子犯错 不少家庭平自己主观 异端形式 不会换位思考 他们只看到孩子的过失 并不了解孩子内心的感受 其实 孩子犯了错 他已感到理亏 如果父母不依不牢 孩子反而不感到内疚了 甚至还会理直气壮 打也打了 罚也罚了 责备也责备了 还能怎样 杀人不过头点地 有了这样的心态 孩子哪里还会去反思自己的错误呢 不去反思 怎能寄取教训呢 反思是提高认识 改正错误最重要的心路历程 失去了反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没有经过深入反思 不会在孩子心灵打下用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展进行 孩子 自觉不自觉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说到底 是父母错误的加降方式 把孩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让孩子捋错捋犯 我认为 接受孩子犯错的事实 充分尊重孩子 引导孩子思考 让孩子提高认识 理直接指出孩子的错误 要高明的多 正是因为这些感悟 我对错误有了更深的认识 因此才能在儿子考试 照抄事件出现时 立即意识到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紧抓时机 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的家教实践 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 没有不懂事的孩子 只有不会教育的父母 没有不听话的孩子 只有不会说话的父母 只要父母用心 就能找到孩子 乐于接受的好方法 孩子犯错并不可怕 怕的是 父母不能正确对待 不会自会处理 再严重的错误 都蕴含有美好的成分 再糟糕的事情 都能挖掘出赏光的东西 面对孩子的错误 如果家长处理得当 坏事就会转变成好事 从敌人到哥们 爱一朵花就陪他一起脏发 爱孩子就和他一起成长 寻找和孩子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爱好 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的最好方式 也是构建亲子关系的 最好渠道 共同的爱好 让我和孩子从很美冷对的敌人 变成了情趣相投的哥们 刚开始陪读的日子 我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儿子的理解 原本平日里 见我能躲就躲的儿子 如今被我全天陪着 如同监狱里的囚犯一样 没有了一丝自由 逆反情绪就更强烈了 往往是三句话还没说完 他就皱眉头 要么对我的话置若罔文 要么干脆走开 怎样才能和儿子套近夫呢 苦事冥想之后 我决定投起所好 从培养共同兴趣开始 我拾起了已经丢掉 二十多年的乒乓球运动 为了方便练球 我在家里支起了乒乓球案子 带儿子到体育商店 买了红酸洗牌乒乓球拍 非常用心地 担起了儿子的乒乓球王伴 说是王伴 实际上是陪练 儿子的球技不如我 我要拿出真实水平和他打 他并会有挫败感 如果我不投入 儿子又会感到我在敷衍他 在牵强迎合他的爱好 他很快就会感到无趣 甚至感到厌烦 因此我和儿子打球 既要占低实际水平 又要非常投入 为了激发儿子的兴趣 我经常对儿子打得出彩的球 表示赞叹 这个扣球质量高 这个侧线球拉得好 刚才那个球迅雷不及烟耳 我还没看清就输了 有时我跟儿子开玩笑 你竟然用这么狠的球 自老爸于死地 儿子笑着说 更厉害的球还在后头呢 为了让儿子认真打球 我也要使出点杀手锏 让儿子感到触不及防 没单这时 儿子说我这招太损 不够朋友 有时候我故意打掉脚球 让儿子左右两边不停地跑 儿子说我耍赖 说这个球不能算数 我距离力争 你也可以耍赖马 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吗 儿子说我才不像你呢 要打就打出疯子 我和儿子打球 开始不计数随便打 随着儿子球技的提高 儿子往往要缠着我多打几局 儿子赢了 他说今天发挥出了真实水平 他要是输了 却从来不服气 再来你肯定输 我说那可不一定 我们接着打 这时我会有意让儿子赢球 这种情况下 儿子情绪高涨 这下服气了吧 我嘴上不服气 明天接着打 心里就像灌了蜜一样甜 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知不觉间 我和儿子之间多了一些默契 儿子特别喜欢足球 从初二到高二 踢坏了五个足球 穿坏了五六双球鞋 儿子的房间里摆满了 其大内贝克汉姆的足球明星的书像 学校没有足球场 课余时间 儿子大多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踢球 星期天还时常约同学到外面踢球 由于踢球较多 儿子双脚拇指都换上了脚勾炎 母子夹一直往肉里长 严重时走路都比较困难 加勾炎也没有什么特殊疗法 严重时只能到医院拔脚 我曾两次带儿子到医院拔脚 由于脚趾肉太薄 打麻醉针时儿子总要喊几声 伤在儿子的脚上 也疼在我的心里 做手术那么难受 儿子却三八胃好就忘了疼 伤口味完全恢复 心指甲还没展出来 儿子又开始踢球 由此可见儿子对足球的热爱程度 可以说儿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少年球迷 我不懂足球 更谈不上喜欢足球 但我知道多一种与孩子共同的乐趣 爱好 便多了一条通往孩子心灵深处的途径 于是我开始关注足球 并想翻设法了解有关足球的信息 以加深对足球的认识 慢慢的我知道了国际米兰 AC米兰 尤文图斯 玩家马德里等足球俱乐部 也知道了 马拉多纳 贝克汉姆 罗内尔多等著名球星 还知道了足球世界杯 指导了世界杯和奥运会 同等重要的体育赛事 自然而然 我也开始关注中国足球 2002年 韩日世界杯期间 我陪儿子看完几场重要比赛 看球赛期间 我和儿子同欢呼 恭喜哟 我对儿子说 原来足球比赛这么有趣 这么短的时间 我就喜欢上了他 难怪全世界那么多人关注他 难怪那么多球迷位置疯狂 我和儿子一起讨论 我认为某某队能拿冠军 儿子说 据我看某某队一定是冠军 我说 我们拭目以待吧 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前提是 真爱孩子 这给家长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为了经常给自己提个醒 在自己心灵上打下硬痕 我经常对自己的心灵对话 老贾呀 你爱孩子吗 你会爱孩子吗 孩子感受到你的爱了吗 我知道 爱孩子首先要理解孩子的精神世界 和孩子一起忧伤 欣喜 激动和诚实 具体的讲 就是用孩子的大脑去思考 用孩子的眼光去观察 用孩子的情感去体验 用孩子的性 去体验 用孩子的兴趣去爱好 为了找到共同的话题 和儿子多一些共同的语言 我往往会把儿子引向他感兴趣的事情上面 比如我会这样问儿子 周杰伦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杨国和小龙女的最终结局怎样 张国荣事业那么红火 有那么多歌迷在支持他 他为什么要走绝路呢 那么多男女老少喜欢小燕子 他的魅力究竟在何方 这类话题 儿子比我更有话语尘 儿子和我谈金庸 梁许生小说中 主人公的命运 谈周杰伦的成长历程 谈张国荣自杀背后的原因 这时我只需要当一名忠实听众 再真诚地复合几句 儿子就会老有兴趣地讲下去